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话直说一分钟 近日无国界记者组织 因为其一名成员在入境香港时遭到拒绝 而以此大肆诋毁香港新闻自由 引起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的严厉谴责 这个自称中立与无国界的组织 实际一直扮演着英美等各发言人的角色 在过去屡次配合西方国家挑起舆论战末黑香港 抛制不实留言 严重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 对于这种劣迹斑斑的组织 特区政府拒绝其成员入境不止不是损害新闻自由 正正是为捍卫新闻的真实声语客观性 以免该组织借机编赞更多篇颇失实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成员白奥兰今次来港的目的颇为复杂 在被拒绝入境后 白奥兰亲口向其他媒体承认 此行是为了试水温 以一连串的举动清晰揭示出无国界记者 对香港根深蒂固的恶意 以及缺乏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操守 他们以新闻自由为命 多次干涉香港司法程序 妨碍香港立法进程 早已完全超越出一个新闻组织应有的界限 特区政府多次提醒其不好越界 但无国界记者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 仍一意孤行 入境处今次拒绝其入境 实属合情合理 亦是捍卫国安的必要之举 可以说白奥兰遭到拒绝入境是够有自取 同时亦是特区政府对无国界记者的一次严厉警告 新闻自由不是免死金牌 更不可能成为诋毁香港之人的凶行证 无论是来港进行新闻采访或商务交流 底线亦都必须遵循香港的本地法律 有些人以为自称记者就可以获得特权 实在是痴人说梦 如果大家对于疑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